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巨解 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 宣功上人 1969年 讲述于美国金山圣寺 萨坡萨坡 萨坡萨坡 翻一切利药 即保应首眼 相机菩萨大威神 青黄赤白黑鬼兵 福劳执意听教话 感应道教救群生 你们知道这一句咒是哪一个首眼 萨坡萨坡是凡语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叫一切利药 一切就是所有的 你修一个首眼 可以利药一切的众生 你有这个保应 天上的天人都听你的号令 地狱里头的阎君鬼王 也都听你的号令 你说叫他怎样子 他就怎样子 你叫他把这个有罪的人放出去 他立刻就要把它放出去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这个命令 你这个保应也就好像皇帝的玉玺似的 皇帝的玉玺印到诏书上面 普天之下到什么地方 任何人都要遵照这个诏书来做事 没有人敢反抗的 你有这个保应首 可以利益一切众生 你叫一切众生得到什么好处 他就会得到什么好处 所以翻译一切利药 中国人大约都听过 古来的神仙有一个印 叫翻天印 广臣子有一个翻天印 那就是这个印 道教叫翻天印 在观世音菩萨就叫保应首 这个保应首 你用功修行 把它修成功了 你拿着这个保应 甚至那个人死了 或快要死了 阎王爷不敢叫他死 能有起死回生的妙用 但是你要修成了 若修不成 那是没有什么大的用处 就是好像你读书 一开始读小学 中学 然后读大学 得到博士学位 你修行成保应首 也就好像得到博士学位 那个情形 但是比那还高得多 所以萨婆萨婆 就是一切力要 能帮助一切的众生 利益一切的众生 使一切众生都得到快乐 你看这多妙 所以叫保应首 你若想会用这个保应首 去修四十二手眼 这萨婆萨婆是四十二手眼的其中一手 其余的还有四十一手 有一个人听我讲保应首有这么大的好处 他就想 哈 我赶快修这个保应首 修完了 所有的人要死的时候 我都去给他印一下 用一张纸和阎罗网要回来 不准他死 可以的 不过你不叫旁人死 或者你自己寿命到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再用这个印 我用过两次这个印 在中国东北我用过一次 在香港用过一次 在东北怎么一个因缘呢 这都是不得已 什么叫不得已呢 就是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不能不做 什么道理呢 我记得我在东北三元寺时 有一天大概是四月十八日 有一个人姓高 叫高德福 他家离我庙上大约十七八里路 这一天下午 他来到庙上 干什么呢 来剁手来的 拿着一把菜刀 用报纸包着 预备把自己的手剁下一只来供佛 你说这个人是聪明 是愚痴呢 当然是很愚痴 要是聪明的人 怎么会自己剁自己的手呢 不错 是很愚痴的 但是他这个愚痴啊 是因为孝顺而愚痴 为什么他要剁手呢 就因为他母亲有病 他母亲平时是吸鸦片烟的 病的什么程度呢 鸦片烟都不能吸了 那么鸦片烟都不能吸了 当然也不能吃饭 也不能喝水了 哎 舌头也变成黑色了 嘴唇都爆裂了 中医 西医 中国的医生 外国的医生 都治不好了 他说菩萨是最灵感的 我现在到三元寺 把我的手剁下来供养佛 以这种的诚心 求佛保佑着我母亲病好 到了庙上 把报纸里的刀拿出来 自己把手伸出来 另一手拿着刀要剁手 后面来一个人 就把他的手给抓住了 说 嘿 你干什么 不要自杀啊 在这个地方 不要自己杀自己啊 他说 我因为母亲有病 我要剁起一只手 来供佛 你不要阻止我 不要令我不剁啊 这个人也不肯放手 就去报告老方丈和尚 方丈和尚也没有办法 当时有一个居士 叫李景华 是方丈和尚最有力量的护法 他就叫李景华居士找我去 你看看这个人来剁手 他的妈妈有病 你想法帮他忙了 当时我在庙上是做手作 除了方丈就是我 那时我还是沙迷 不是像这个会吃的沙迷 会睡觉的沙迷 会喝水的沙迷 不是这样子的 我那时候做沙迷 都是人家没起身 我就起身 不是等着人家起身 还不起身 人家什么工没有做 我就去做 就这样子 我做沙迷的时候 不是专门喂着吃 我不吃零东西 就吃饭的时候吃 吃饭还必须要同大家一起去的时候才吃 大家没有吃东西 我自己不单吃的 所以你这个毛病都要改善 不改善是不能修行的 啊找我去了 我就对方丈和尚说 人家来找你 你给我添麻烦 你自己不管闲事 你叫我管 方丈和尚说 你慈悲了 帮帮他了 对我这么讲几句好话 我虽然不愿管闲事 他对我讲好话 我也很高兴 我就说 好了 我去了 我又对要剁手的高德福说 你先回去了 高德福骑着脚踏车就回家去 他骑车要从大马路走 我从小路上走 这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了 就是晚间五点多钟 我说你先走 那你知道路了 哎 我说你不要管我 你自己先走就好了 离十七八里路远 他骑着脚踏车先走 我从小路上也去了 我到他家里 他骑脚踏车还没到呢 他到家里一看说 哦 老修行 你 你怎么先到了 我说你大约在路上摊着完了 顽皮了 不知是不是看电影 或打球去了 所以你才那么晚回来 他说没有呀 我骑着车跑得很快的回来了 我说或者你那个车 没有我这个车快 所以我先到了 这么样子 到他家里 我一看 这个人也真没有法子再活了 试试看 等第二天早起 本来他母亲七八天 什么都不知道了 也不说话 也不认识人了 这已经就等着死了 啊 第二天 他自己坐起来 就叫他大儿子高德福的小名 巨子 巨子 有没有粥 我现在想要喝粥 啊 他这个儿子 七八天也没有听见妈妈叫了 现在突然间能坐起来 叫他的名字 他高兴得不得了 他就跑过去说 妈妈 您这么多天 病得都不能讲话了 现在您好了吗 他妈妈就对他说 我呀 也不知道多少天了 每一天都在黑洞洞的地方 也没有太阳 也没有太阴 也没有星光 也没有灯光 啊 各处跑 我也找不着家了 跑了很多天 累得我太辛苦了 我叫谁也没有人 昨天晚间 我看见一个很穷的和尚 穿着一身很破的纳袍 他把我送回来的 所以今天我想要喝粥了 他这个儿子 听他这样讲 就说 这个和尚什么样子的 他说 很高的 我若看见 我会认得这个出家人 我当时在他炕头上躺着睡觉 他就往我睡觉那个地方一直说 您认识这个和尚不认识 他仔细看看 说 我就是看见了他 啊 他把我送回来的 这么样一来 麻烦就多了 全家十多个人都过来给我跪下 说 我救他妈妈的命 以后全家就大大小小都皈依我 就是你无论有什么事情叫我们做 我们都是尽量欢喜做的 这是我用过一次 用过一次病好了 你说怎么样 怎么说麻烦就来了呢 他们全家都过来叩头 以后这个乡村里头 这个也说他有病 那个也说他有病 病人就多了 于是乎有这个姻缘 我说你们这些有病的都短打了 我当时拿着一个扶尘 每一个打三扶尘 然后我问这些生病的 你还有没有病啊 啊 不痛了 好了 我说你们都是找打的病 让我打一打就没有病了 这是在东北有这么一个麻烦的事情 那么在香港是谁呢 就是玛德琳娜里的爸爸 他的爸爸那一年七十九岁 算命批八字的都说他一定要死 于是乎他就来报名皈依 皈依的时候问我 师父您能叫我不死吗 我说你欢喜不死吗 好可以的 多了我不管 我再让你多活十二年好不好 那当然好了 说完了我也给他做了这件事 以后果然多活了十二年 但是方才讲 你就会这个法 也不可以有人死 你就把他要回来 不叫他死 那你变成同阎罗王做对了 啊 你同阎罗王一做对 阎罗王说 好 你不叫人家死 我现在先叫你死 那你死的时候 没有人去替你用那个印 你说 我自己给我自己用那个印 那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好像一把刀 这是刀刃 那是刀背 你自己的刀不能砍自己的刀背 也就是你自己有法术 你自己若有了事情 也就是泥菩萨过海 自身难保 你保持不住自己 所以你若会这个法 还要自己修行 因为这个 所以我现在就不管闲事 要死就死 我不管 我怕泥菩萨过海 自身难保 这两句咒是凡语 翻译成中文叫增长 也叫如意 也叫随意 增长什么呢 增福 长会 什么如意呢 就是随心如意 如意吉祥 所以这个首眼 就是如意珠的首眼 你要是想要发财的话 你就修这个首眼 这个首眼若成了 你用什么都有 不必忧愁穷 时时刻刻都是富有的 你的智慧是无量无边 你的福报也无量无边 所以增福长会 如意吉祥 随心如意 你看这个妙处多了 所以在四十二首眼 如意珠是列为第一的首眼 如意宝珠是妙不可言 摩西摩西 里托运 摩西摩西 翻无心即异 又翻大自在 即五色云首眼 里托运 翻莲花心 即青莲花首眼 应积视线 无量身 大小全食 显微神 金刚不坏 常自在 天眼摇关 天耳闻 摩西摩西 是凡语 翻译过来 叫无言即异 无言 不要说话 即异 那个意思念到极点了 也就是个什么呢 就是个庙 又翻译什么呢 叫自在 有谁那么自在呢 有大凡天王那么自在 无忧无虑 无私无虑 一天到晚 都是欢欢喜喜 这个首眼 就是五色云首眼 手里托着五色祥云 所以非常自在 讲起来 这个用途 也是无量无边 也是自在 妙用无穷 李托运 是青莲花首 翻译过来 是莲花星 这种青莲花首 你若修成了 会有一股青莲花香 能得到十方佛的赞叹 也是非常微妙 不可思议的 真可以说是 无上甚深 微妙法 百千万劫 难遭遇 巨鹿巨鹿皆梦 巨鹿巨鹿翻作法 又作用庄严 又翻吹罗结界 即保罗首眼 皆梦 翻辩世 翻功德 辩诸功德事业 即白莲花首眼 空生空心空世界 天大将军 领天兵 寻游诸方 查善恶 功赏过伐 无错分 巨鹿巨鹿 也是凡语 翻译的意思叫做法 又有一个意思叫做 作用庄严 又有一个意思叫 吹罗结界 这是保罗首眼 我们人现在到末法时代 以为只念大悲咒就得到佛法了 其实不是的 大悲咒是为四十二手眼法而说的 大悲咒的妙处就是四十二手 四十二手也就是大悲咒的全体 你若单单会念大悲咒 而不会修着四十二手 好像一个人只有手 没有腿 是不能走的 你若单修四十二手 不修大悲咒 这也好像人只有腿 没有手 不能拿东西 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所以必须要通达四十二手 然后你再送持大悲咒 那才是真正了解大悲咒 真正明白佛的妙法了 大悲咒 也不是只有听法师讲一讲 啊 我知道那一句是怎么回事 这也是没有用的 好像你这一个人 没有手 没有脚 你单有个身体 也没有用的 所以这就要又有手 又有脚 又要有着身体 这才能互相帮助 互相成就你的功德 这个保罗首眼 就是做法 做法的时候要吹锣 一吹锣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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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嗩嗚嗚嗅 天上也听见 地狱也听见 人间也听见 所有听见的地方都结界了 在听见这个声音以内的地方 都是我的范围 其他妖魔鬼怪都不准进来的 这叫结界 这又叫做坐藝庄严 用这个锣一吹 保罗想的时候,大地都变成黄金为地,七宝庄严,所以非常微妙的 人说学佛法,我相信近三百年来,没有人遇到这个四十二手演的 所以佛法也不慎心,也没有人明白 现在我们知道大悲咒是这样的,我们要专心致力地来修着四十二手才有用的 结蒙是凡语,这是大凡天的凡语,并不是印度的凡语 因为印度的文也是根据大凡天的梵文 凡语叫做结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什么呢?就叫办事 办就是办理,事就是一切事物 又有一个翻译叫功德,所谓办事,办什么事呢?办的是功德事 这功德事就是利益人的事,利益人也就是利益自己 也就是菩萨自利益他的事,自决决他的事 办诸功德事,诸功德就是所有一切六度万恨都包括在内了 用什么才能办六度万恨的事情呢? 就是白莲花首颜 你会大悲咒,会修四十二首颜的法 就可以办诸功德事,六度万恨就可以圆满了 所以他才成就微妙不可思议,不可言的妙处 讲可是讲,也没有法子可以把这个妙处讲完了 若可以把这个妙处讲完了,那又是不妙了 不妙才有一个边际,有一个始终 妙是没有边际,没有始终的妙 所以揭蒙一句咒语,就可以伴诸功德事 并且你修白莲花首颜 将来你生生世世都由白莲花香,都由白莲花来护体 所以大悲咒的妙处,说不能尽,赞不能穷,说也说不完,赞叹也赞叹不完 咚噜噜噜噜发射耶地 咚噜噜噜,翻渡海明静道岸 为明而能绝,定而能静也 即月经模拟首颜 发射耶地,翻广博严静 又翻广大,又翻渡生死 即旁白首颜 蛮兵勇猛战无敌 孔雀雄威正群魅 菩萨号令寻天下 忽善除恶度众谜 咚噜噜噜,也是凡语 翻译过来叫度海 什么叫度海呢 度生死的苦海 那么又有一个翻译叫什么呢 叫明静 光明而清静 又有一个意思叫道岸 就是度脱生死的苦海 道彼岸 你能有智慧光明 得到清静的本体 而达到涅槃的彼岸 嘟噜嘟噜 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明而能觉 明 你有智慧 一切的法门 你都认识了 能决定了生死 定而能静 定就是定力 你有这种定力 才能升到清静的极乐世界去 这是什么首眼呢 这是月经谋你手 就是月光菩萨所说的陀罗尼 月经陀罗尼手 能令一切人得到清凉 发射耶地 这一个首叫什么呢 叫旁白首 发射耶地是凡语 翻译过来的意思叫广博严静 既广博又严静 又有一个翻译法叫广大 又有一个翻译的意思叫度生死 言其你修旁白首就可以度生死 你不修旁白首 生死就不能度 所以有旁白首 你就可以度过生死的苦海 经过烦恼的中流 而达到涅槃的彼岸 摩合发射耶地 摩合发射耶地 翻最盛广大法道 即宝记首言 大苦大乐 大慈悲 修诸善法 利无畏 宝楚降魔 护行者 三灾拔难 一时催 摩合发射耶地 翻译成最盛广大法道 言其法也大也最盛 道也大也最盛 是最盛广大的法道 这是什么首言 是宝记首 宝记能降伏天魔 智诸外道 他的用途很多 所有的一切逆贼 你用这个手能保护国家 其他的国家 想要侵略你的国家 你修这种法 可以无形中 就把敌人给退了 陀拉陀拉 陀拉陀拉 翻能总应持 即静平首言 现大丈夫 申其特 法相庄严 离诸过 以德感人 心成福 望之俨然 即温和 陀拉陀拉 也是凡语 凡语很不容易懂 没有学过凡语的 对这个咒 是不懂 也不会讲的 那么法师 您学过凡语吧 我就是没有学过凡语 但是大悲咒的意思 我还知道一点点 不知道完全 陀拉陀拉 是净瓶手 净瓶里边 就装着甘露水 观世音菩萨 就用羊枝 沾走甘露水 来普论一切众生 无论你有什么毛病 如果得到观音菩萨 能给你滴上一滴甘露 你的毛病就会好了 陀拉陀拉 翻语过来 就叫能总应持 这个意思就是 能总应持一切众生的心 言其观音菩萨 用甘露手眼 羊枝手和净瓶手 合起来用的甘露 来普遍救度一切众生 抵立泥 抵立泥 翻圣勇 寂灭 洁净 又翻遮持 催开 及铁钩手眼 狮子王兵 咽诵读 千遍万遍 无量数 多多益善 功远满 成就菩萨 圣果书 抵立泥 也是凡语 翻译过来 有很多的意思 一个意思是慎勇 很有勇气 有一个意思叫寂灭 慎勇是一种动向 寂灭是一种镜像 还有一个意思叫洁净 一个意思叫遮持 又叫催开 就是把一切的诸恶业障 都摧毁了 遮持一切的不善 而奉行一切的众善 这一个手眼是什么呢 就叫巨师铁钩手 简称铁钩手 这个铁钩子能一使一切的鬼神 勾招一切的鬼神 巨师铁钩手又能使一切鬼神 天龙都来拥护你 你修这个法 你叫天上的龙下雨 他就下雨 叫他刮风 他就刮风 叫他不下雨 他就不下雨 叫他不刮风 就不刮风 这我就不相信了 我讲给你听 也就是想叫你不相信 为什么呢 我就是为了叫你不相信 就是为了这个 现在台湾下雨 今天有人回来 你可以问问他 本来这个时候 台湾不应该下雨的 那么他下雨 我打电话去台湾 他们就说 天天都下雨 冷得不得了 我说 你喜欢热吗 可以的 喜欢不下雨 那很容易的 他们说 这怎么能可以叫他不下雨呢 我说 你试试看 可以叫他不下雨 打完电话就不下雨了 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 这无他 就是巨师铁钩手的力量 你把巨师铁钩手一声 说 这些龙不准你们下雨 龙就不下雨 听你招呼的 但是你要明白巨师铁钩手 会修这种法 所以龙若在下雨 你可以用这个钩子 就把那龙给勾来 他就不敢下雨了 你们听着这个 好像对你们讲的都是笑话 你们听的是笑话也可以 听的是真话也可以 现在我给你们讲经 是讲的真言 这不是讲笑话 是佛拉叶 是佛拉叶 翻观自在 又翻放光 或火焰光 即日宫首眼 降伏珠魔正法星 霹雳闪电鬼神经 宇宙澄清 妖奋兮 惠日高照 庆和平 师佛拉叶 是凡语 你念一声 师佛拉叶 这宇宙间 都有一道电光 你这么一念 师佛拉叶 就好像打一个闪似的 放一道电光 师佛拉叶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放光 又叫什么呢 又叫观自在 师佛拉叶 我相信也就是 Evolucate Svara的 Svara 是自在的意思 观自在 你要观它 才能自在 你不观它 就不自在 观什么呢 不是向外边去观 是向里边来观 观自在 就是观察你自己在不在 在不在什么 就是果在 你在不在呀 这个在 问问自己 我在不在呀 果原 果原不在 果在 在 这就是这个自在 自就是我自己 你观察你自己这个主人翁在不在 你观察你自己这个自信在不在 你观察你自己这个真心在不在 这个常住真心 性静明体在不在 若在了就自在 不在了 就是不自在 要是观着不自在 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问一问自己 就是观自在 又叫放光 放光 也就是自在的意思 你要是自在 就会放光 你要是不自在 就不会放光了 又有一个翻译的意思 叫火焰光 火焰光也就是火光 什么叫火光呢 这个火不是发脾气的火 不是生了烦恼的火 不是 oh have too much tempered 火 要由智慧水 生出 把无明火 给收服了 智慧水 是降伏 无明火 献出真正的智慧 这叫火焰光 你念师佛拉耶 就放光了 可是若自在 才放光 你若不自在 就不会放光 你记得这一点 这是什么手眼 这是日经牟尼手眼 这个手眼 可以治病 治什么病呢 眼睛暗的病 眼睛看不见 你可以用日经牟尼手治 所以这叫放光 遮拉遮拉 遮拉遮拉 翻行动 即保着手眼 怒目扬眉 射邪魔 威得无边 护诸佛 一切众生 得安乐 菩萨势必 笑哈哈 遮拉遮拉 也是凡语 翻译过来的意思 叫行动 就是我有所行动了 有什么行动呢 就是有所号令 在军队里头 行军就叫行动 我们走路也叫行动 我们的行动 就是一种命令 叫你去做什么事情 这是一种号令 号令叫你去做什么事情 你就要去做 你若不去做 就违背命令 这一个手眼叫什么呢 叫宝则手 宝则手就是拿着一个宝则来一晃 这是第三十首 宝则手是一种音乐 这么拿着一晃铃子 当当当 就想起来了 这一想 空中也想 天上也想 三千大千世界都震动了 都当当起来了 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一切的天人 鬼神 妖魔 都要听这个命令 都要守规矩 就好像明明地震了 你一晃这个 各处都发号施令 不准地震 哦 地就不震了 果地 你记得吗 宝则手的用处可大了 你若想唱歌唱的声音好 也用这个宝则手 宝则手修好了 你声音就像红钟那么响亮 说出话来就嗡嗡嗡声 像敲钟那么响 摩摩发摩拉 摩摩翻我所 及白符首眼 发摩拉翻最圣离构 或无比如意 及画宫殿首眼 折伏摩外献神威 大词旧式法王魁 平等普济波罗蜜 有缘众生或接地 摩摩也致凡语 翻译过来的意思叫我所 前边那一个是一种音乐 是有所行动 这个是我所 我所做的事情都要成功 那么这个手眼叫什么手眼呢 这个手眼就是白符首 白符首啊 在这个中国人呢 广东人都叫他叫陈福 陈福 咱这个北方人呢 叫他叫福臣 正是好像英文和中文是个调语 广东人就叫陈福 北方人就叫福臣 都是这两个字 广东人又有一个虚话呢 叫什么叫神仙宝 就是拿着那个普通啊 本来在中国老道啊 河上有的拿着呢 就是那个感应的那种 但是这个东西啊 叫福臣 福臣呢 这是中国的法师上旁说法啊 就是会拿着 拿着这个福臣 你们如果不知道呢 我有一个拜 这一次他们会给我带回来 福臣也会带回来呢 还带着一个如意 把这个如意在这个 在寒古老 大概是汉朝的 那个 这个福臣啊 白福臣 是你的藏藏的呢 这是呀 能啊 出身上所有一切的藏啊 你所有的这些藏啊 病痛啊 用这个福臣呢 给你 扫一扫啊 要是如果 又是藏藏病人 或者魔藏病人 这个病就都好了 这福臣的用途啊 用途很大 不过会用的人很小 会用的人 所以用人很小 我记得现在很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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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嗯 大海带 之前一讲 我在忙忙在咱们啊 嗯 嗯 下个礼拜呢 嗯 讲的划莫拉 嗯 用的划莫拉 啊 什么是划莫拉 上个礼拜就回来 下个礼拜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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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讲笑我不知道 就是想说你们呢 在街道的事情呢 就是 就是 有五个礼拜 嗯 嗯 嗯 封铃啊 上个礼拜就封了 两个礼拜就封了 两个礼拜就封了 嗯 嗯 嗯 这个 所以有的时候这些人呢 是不正确的 你看看呢 在台湾受益受了 嗯 三盘戒族大戒 这是在西方人呢 第一次接受中国的 呃 传统性的 三盘戒族大戒 这回来呢 这正气呢 去出家人 去比较生气 就封 也就是 三宝之一了 嗯 等一等啊 咱们 所有在这个佛教讲堂的后法呢 和三盘戒 所有的佛教人性呢 嗯 可以欢喜去到飞机场欢迎的 咱们有很多很多车 今天咱有 八九月车就可以了 可以 多少人都可以 有地方做 我今天呢 非常欢喜 这个 佛教组 今天呢 也随时我们的法会 嗯 啊 这很稀有的 啊 啊 等一等啊 我们大家可以去到飞机场去 本来我立刻不去 但是啊 我 知道有这个佛像 我去迎迎 迎迎这个佛像 因为有佛像啊 嗯 我应该去 迎接这个佛像 并不是迎接我 我这个五个徒弟 因为我的徒弟不需要我迎接 也不需要我送 他们 我走的时候 已经非常讲过了 民是 民是 又回来算算计 最可笑的 我给他们写信 他们说 佛经经了一包 我说 佛经经了一包 不要紧 你们五个人 我相信一个人也不会丢的 五个去 五个回来 我说 我对菩萨已经买了保险了 不准就一个 一个也不准不回来 如果我要是不回来 菩萨就要赔我这一笔的保险费 所以 我很放心地他们有个会议去回来 现在这个菩萨不用赔这个保险费 所以 敬见他们的保险 加油 这是我们美国的未来的王位主席 你们要记清楚了 这是一个开山屁 开山屁实的 是在美国的开山主席 不要欣赖这五个开屁 美国佛教的主席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不像有某某说 自己冒充的是佛教族 自己在自己家里要到自己家 私家的主席 那是行不通的 所以前几天制造主席来到这个地方 被我骂了 跑了 忘了 赶快的 他说 要给我唱一个歌 给我听一听 我说 我最讨厌你唱歌 哼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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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这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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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 变成了好像西梅沙那么大,因为他生命变成像西梅沙那么大,所以叫做大小毛巾 法博拉本来是这个繁语,繁语过来的意思是叫对上离构,对殊胜而离开这个承受 应该有一个意思,叫什么呢?有比,没有可以比的,入义,而且循行入义 这一个手眼呢,叫画功练手眼,画功练手眼 哦,有什么样用处呢?你修的一种手眼的法,你可以生成续续,和佛住在一起,和佛住在一个宫殿里 不受这个,不受这个,拍揽诗画的,这种的生,老爷呀,要修的画功练手眼 我们这些,生一生训续,长和佛在一起,和你这种拱语 啊,看你看,你啊 噒,看你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